这是分散之门徒们的三个装备 不仅是他们所有的圣徒都应该这样做 这三个装备是开始非常重要的 大家传道的时候所有的事情开始最重要的 四徒应该十三章一到四节 是先蒙了应运 完全借着圣灵的引导 如果没有看见圣灵引导不做就可以 我是百分之百确实圣灵引导才做 我不是百分之百确实那么才做 反正大家是重要的人你们的事工也是很重要 没有必要去做大概要做的或是不重要的 从现在只要改变想法 不要想做很多应该做非常重要的 不是不行 必定会自己的转折点 自己更上好的 成为了自己更好的真实而拦住 不是真正的拦住 应该得到应运 但是十九章一到七节应该得到能力 你们去传道的时候应该能够找到应运 也能够找到转值的应该得到能力 这是传道开始的基准 这是传道开始的基准 这个不行的时候应该确认 分明会先到来应运 而且好像遇到很多困难的全部都是传值 而且十九章他们原样恢复了在马克罗发生的能力 神就必须要去记住 神的全部应该要求 神的能力 你必须要去记住 神的能力 神的能力 十九章 人们觉得这样 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明天一部礼拜的时候会讲 非常重要 应该得到神赐给他能力 这时候会建立起绝对忘怒 做也可以不做也罢 为什么要做呢 是连医生也无法解决的 在这里最先发生的是什么 是先折腑了黑暗 会发生这样的事 各位所到的地方 愿各位能够相信是 黑暗的事里自然会被困罚 16章16-18节 绝对忘怒 是医生绝对不可能医好的 不治之症 是精神病 还有被鬼附的病 是治愈了这些 封大塞了耶稣的名 19章8-20节 这个第二个是被鬼附的病 是精神病 在囤兰诺医好了 彻底不治之症 这样的疾病奉大塞了耶稣的 基督的名医好的 是绝对忘怒 我过去传道的时候 第一个先做了治愈的事工 还有什么 还有是什么 未来的忘怒 要建立起未来的忘怒 这三个非常重要 封大塞的计划 以及封大塞的计划 这三个非常重要 分散的门徒们 所有的门徒们 都应该常常享受这三个 未来的忘怒 要建造未来的忘怒 在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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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明天一部离拜的本文 是明天一部离拜的本文 是17章一到三节 真正的用意到底是什么 是什么 十经章18章四节 在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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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章八节 在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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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未来 这三个 就是未来要看这三个 传道者 要先蒙应运 传道者 要先蒙应运 传道者 所以要建立 绝对忘怒 完全히 未来的忘怒 完全建立了 未来的忘怒 其他地方 这样持续做世界变化 明心해야 됩니다 现在这一刻 神国 正在成就着 对吧 现在这一刻 神国 正在成就着 对吧 现在这一刻 圣三位 神的能力 正在做 现在这一刻 圣三位 神的能力 正在做 现在这一个 保座的能力 正在降临 这千证万确 所以 这千证万确 所以 这些才能知道 应运 到底是什么 明天一部 礼拜再讲 神的灵 神的存在 未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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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 阿们